他近況很好 他反而還會很會安慰人 他說 凡事都交給上天 交給上帝 他說的 對 凡事都交給上帝 郭哥最近有看到黃家謙下個月新聞嗎 有 有 有 我跟黃家謙還演舞台劇 對 之前有人一起合作 對 之前還不久 大概三個禮拜前而已 那所以他近況怎麼樣 他近況很好 他反而還會很會安慰人 他說 凡事都交給上天 交給上帝 對 凡事都交給上帝 你說他順其自然 我倒覺得是他想開咧 他覺得說再怎麼樣的紛爭來講的話 都不要影響他跟小朋友的關係 我覺得他這一點拿捏得非常好 所以說我們從旁觀察我們覺得說嘉謙處理得很好 最近舞台劇又要跟他演出了 對 那我也知道這個最近他的新聞上了這個檯面 那這種事情也只有當事人比較了解 那我看他的狀況是非常非常好 其實這件事情也跟外界想像的差不多 就是說這個事情可能要他自己來面對 我這時候用Line去關切或者打電話給他 我相信他都不會回我 那我們內心的關心還是在 那也只能說這種事情也只有他自己能夠去面對 對 輝哥 因為之前大黨結束之前 也就十年前了 也幾乎就十一二年都沒有聯絡 他離開門鍋之後就沒有再聯絡過 對 拒絕演藝圈 我覺得我的太太 我有一個好的太太 她之前講過一句話 她說你在這個圈子這麼複雜 你最好要做到避險 就是說現在的媒體都是看圖說故事 那有些粉絲可能會說 啊!郭哥 可能就這樣握著 有沒有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這照片出去了 大家可以 喔!他好像跟他很好 過往密切 那只好我們就 就是說 他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 順勢拿著麥克風 麥克風拿起來 就是說做出避險的動作 會比較不會讓人家 有那個 有一個誤會 對有想法可以做文章 對有想法可以做文章